上次战斗几时后,元气在放风筝,龙马他们来到了早云研究所 这一天是新年,看到美之流的和服造型,三人都看傻了 因为博士没有回来聚会,龙马他们来到研究所见博士 博士正在看新闻关于天气异象的报道 正当龙马他们出来的时候,天空中下了大雪 这时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突然来找博士 某个小岛突然发生了地震和火山喷发 这次登场的是苦龙队长蒂尔巴·罗恩·蒂鲁巴 他一年前去冰河探险,随后行踪不明 他和手下全部被冻成了冰块 因为这次的地震和火山喷发,所以才让他解除冰封 这次他打算利用冷气流,想要冰封日本 这次出动的是机械恐龙贝多·罗恩·贝斗 贝多的脚步旋转加大了冷气流的移动,将冷气流引到日本 日本立刻被暴风雪笼罩,美之流想要去研究所帮忙 但是根本出不去,短短不到一天,日本的城市已经被大雪淹没 因为温度的原因,各种设施也出现了故障 早已研究所觉得这次是苦龙帝国搞的鬼 不过盖塔刚刚出击,没多久就被冻上了冰块 但是博士早有准备,盖塔线暖气机 但是也只有10秒的机会,只能在10秒内合体 合体后盖塔早上被夺 不过合体后的盖塔也被冻上冰块 盖塔线的暖气装置已经失灵 戈尔这次吸取了教训,命令吉尔巴去捕刀 吉尔巴觉得盖塔驾驶员会被冻死 就是捕刀,搞得哥尔一手好心态 不过随着哥尔态度强硬,吉尔巴只能服从命令 但是因为被停掉了暴风雪,加上盖塔攻击 反倒是让盖塔脱离了冰冻状态 盖塔恢复后,先是一招盖塔会远辅 最后接上了盖塔射线,消灭了贝多 但是战斗并没有结束 吉尔巴还没有死,他要求和龙马一对一决斗 双方开始战斗 不过武藏的武器质量实在是不行了 最终因为一颗铝植冲出雪地的意外 被龙马抓住了机会,成功击杀了吉尔巴 虽然是敌人,龙马也十分佩服对方 再次阻止了恐龙帝国联盟 上次战斗的几日后,研究所的上空突然出现了大G的机羽云 正当研究所想研究这个自然现象的时候 机羽云中突然落下了大量的导弹 因为完全没有防备 连防护罩都没有打开的研究所 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更要命的是,研究所的雷达完全没有反应 龙马他们前往云层调查 遇到了恐龙帝国的战机 中方开始交战 虽然这些敌人对于盖塔是小意思 但是敌人一批一批的不断出现 虽然又不是提醒 但是武藏还是莽撞的进入了云层 被敌人喷火攻击命中了大熊号 司令机虽然帮助大熊号灭火 不过大熊号因为刚刚攻击 控制系统失灵正在坠落 这时司令机发出了几个装置到大熊号上 这些装置可以弹出降落伞 武藏成功获救 不过这时司令机却失踪了 被恐龙帝国吸入云层中 这次敌人是机械恐龙骨杂 因为这个正版没有翻译 所以是我自己瞎翻的 原来是孤胆 罗斯已经大约算出了 这次机械恐龙的大小和重量 但是敌人在雾中实在无法侦测 所以现在的目标是 制作可以解决基于雾的东西 而美之流这边进入了敌人内部 巴特将军想要把他当作人质 这次的机械恐龙 是类似空中要塞的这种东西 上面是航母 可以让轰炸机起飞 在研究所这边 美之流用暗号密码 传递消息 以为通信装置已经损坏 不过这到底是怎么传递过来的 电波 知道美之流的位置 盖塔队立刻出动 不过这时巴特将军传来了通信 他用被电晕的美之流当作人质 要研究所解除防御 不过不是也清楚 如果在这里投降 整个日本都会被攻击 让盖塔队立刻执行作战计划 不是的新武器可以将云层吸收 巴特看到这个情况 也立刻开始总攻击 而美之流这边实际早已醒来 他趁机会干掉了恐龙士兵 并获得了武器 外面盖塔也开始战斗 不过古达身上有一个类似 激光炮的武器非常强力 无论是盖塔1和盖塔2 都对古达本体无法得上伤害 最后还是要看盖塔3 巴特知道了美之流逃跑的消息 立刻让手下寻找 美之流这边找到了古达的中心 将守卫这里的恐龙士兵杀掉 再吸引他们自己攻击这里 而盖塔3已经把古达上面的武器 全部破坏 盖塔这时也发现了美之流 变形盖塔2成功把美之流救了出来 最后盖塔2对着古达 来回几个对穿 正在古达使用旋转 阻止盖塔靠近的时候 盖塔1使用回渐镖 成功斩首了对方 不过巴特将军再次逃跑 上次战斗的截然后 从宇宙中飞来一颗流星 导演研究所也监控到了这一情况 为了防止造成什么危害 美之流驾驶司令机请去调查 这个陨石一直散发着放射能的气体 在盖塔的设定中 放射能是一种对人体有害的能量 感觉类似核能 美之流也立刻报告给了博士 次日国际科学会管 经过商讨 决定由盖塔机器人将陨石运送到北极 虽然经过盖塔射线照射 就会分解放射能量 但是有可能会产生大爆炸 所以决定在低温的情况下进行 当研究所为了陨石制造了一个防空罩 可以暂时阻断放射线 但时间只有两个小时 盖塔机器人必须在两小时内运送到北极 恐龙帝国也知道了陨石的情报 这次出动的是基业恐龙卓力 仍然是巴特将军亲自出击 卓力的翅膀中可以储存恐龙战机 不过这个数量就不太科学了 因为盖塔不能用双手 只能用脚和鞋头弓 但是因为敌人们的自爆攻击 还设使得盖塔一只手受损 陨石掉落的下方就是城市 切换盖塔二 利用盖塔马赫技能 在陨石掉落地面前成功接住 随后继续往北极前进 不过话说回来啊 盖塔二可以这么长距离飞行 龙马让随人先驾驶 自己去修理盖塔一的手臂 武藏也过来帮忙 赤士卓力使用了龙卷风攻击 陨石被龙卷风卷飞 不过龙马也正好把盖塔一凶好 盖塔解除合体 讨了一个龙卷风 最后再次合体盖塔一 抱着陨石继续往北极飞去 不过虽然到达了北极 将陨石放到了合适的地方 正好照射盖塔射线时 古达也来到了这里 口中喷出岩漿 阻止盖塔的工作 在最后的30秒钟 盖塔硬是扛着岩漿 使用盖塔射线 解决了陨石危机 没有顾虑的盖塔 按住主力就是一顿猛斗 最后用斧子和敌人 进战一段时间后 最终使用盖塔射线 消灭了主力 这次战斗 巴特将军再次逃脱 这次阻止了恐龙帝国的阴谋 感谢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点个赞哦 我们下期再见